曾经有人认为,时间循环,历史总是在重复,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准确,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发生过三次惊人的相似事件,这些事件让人们不由得想起那些神秘的力量,或许是历史的规律,或许是宿命的安排,不管是哪种解释,这些事件都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探究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秦始皇与隋阳帝,两位帝王的惊人相似。秦始皇和隋阳帝,这两位历史上的帝王,虽然相隔几百年,但他们的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 两人都在年少时即位,都有着远大的报复和超凡的才能,他们都是一代帝王,将国家带入繁荣昌盛的时代。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,秦朝。 他对于国家的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实行严格的法治,使国家得以迅速崛起。 他热衷于大型建设,开凿了万里长城,永久地改变了中国的地理格局。 隋阳帝则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。 他也以出色的才能和智慧,将破碎的北周和南梁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——隋朝。 同样,隋阳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使国家迅速崛起。 他热衷于大型建设,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,为后世留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。 然而,这两位帝王的辉煌并未延续到他们的子孙。 秦始皇与隋阳帝都在统治时期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战,这使得国家财力和民力逐渐耗尽。 最终,他们都在二十之后灭亡,分别由汉朝和唐朝接替。 这种惊人的相似,似乎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轮回。 那么,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? 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? 我们来细数一下历史上更多神奇的巧合。 让人不禁怀疑,世界或许真是一个轮回。 刘邦斩白蛇,终是因果。 在汉朝建立之初,刘邦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亭长,但他的一次经历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。 当时,他被命令押送一批农民去修建皇陵,但路上所有人都逃跑了。 留下了他和几个同伴,虽然面临着被判罪的风险,但刘邦并没有轻易放弃,而是想方设法逃脱。 他们在路上喝醉了酒,准备出发,却突然遇到了一条巨大的白色巨蟒。 刘邦并没有被吓倒。 他立即拔出了剑,英勇地将巨蟒斩成两截。 接下来,他们遇到了一个哭泣的老妇人,她称自己是白弟子的母亲,白弟子曾经被刘邦所杀,她心痛万分。 尽管刘邦并没有对此感到惋惜,但这个传说却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,成为了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片段。 这个传说为刘邦带来了信任和支持,百姓们认为,刘邦斩蛇救人,就是他们的救世主。 这个故事一直传送下来,为刘邦后来的起兵灭秦打下了基础。 但是,刘邦也有他自己的信仰,他不相信白蛇会报复他,也不相信自己会失败。 然而,命运的轮回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 两百年后,汉朝疆域广大,但是平地的统治已经不再稳固。 王莽趁机毒杀了平地,篡位称帝,改国号为新。 即便汉光武帝最终平定天下,但汉朝也因此分裂成了东汉和西汉两个政权。 王莽篡位的事件,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,标志着汉朝的王朝体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。 虽然汉光武帝平定了天下,重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,但是分裂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。 汉朝的一分为二,为后来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。 而那个传说,似乎也成为真实。 传说往往有着真实的基础。 刘邦斩蛇的故事,不仅在当时让百姓们认为他是救世主,也让他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。 而这个信仰,也成为了他后来的力量源泉。 可惜的是,天意难测,往往篡位。 汉朝分裂的事实,给这个传说添上了一份讽刺的色彩。 如果没有白蛇之梦,刘邦是否能改变汉朝的命运呢? 不得不感慨,历史的轮回。 绕不开的七 在中国历史上,大宋王朝是一个辉煌的朝代,他的兴衰与一个神奇的数字,亲密不可分。 这个数字,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,让他与大宋王朝的历史紧密相连。 这段历史,开始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,赵匡胤。 他从小就接受军事训练,身经百战,身受柴荣的赏识,被封为禁军最高统领。 柴荣去世后,赵匡胤趁机发动了陈桥兵变,成功地登上了皇位,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。 他改国号为宋,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政策,为大宋带来了繁荣和昌盛。 然而,当文官政治逐渐主导朝廷时,五官们却被置之不理,国家防御力量逐渐减弱。 最终,这种情况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,后金兵趁机南下,北宋灭亡。 这个七岁的孩子,周公帝柴宗逊,成为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。 大宋王朝也在他的手中落幕。 历史总是充满了奇妙的巧合,数字七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。 然而,赵匡印和周公帝柴宗逊的故事,却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。 赵匡印从一个平凡的士兵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皇帝,为大宋带来了辉煌和荣耀。 而周公帝柴宗逊,则成为大宋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,见证了大宋王朝的衰落和灭亡。 这两位皇帝的命运,似乎都受到了数字七的影响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大宋王朝是一个闪耀的存在,从赵匡印的出生到周公帝柴宗逊的登基,数不清的巧合与传说,构成了大宋王朝兴盛与衰落的完美谱曲。 赵匡印虽然出生平凡,却天生神武,靠着自己的本领成为晋军最高统领,最终成功发动陈桥兵变,登上皇位,改国号为宋,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大宋王朝的兴盛。 然而,历史的进程似乎总是走向不可预测的方向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宋王朝的繁荣逐渐被内外因素侵蚀。 文官集团日益强大,武官被排斥在朝廷之外,使得国家防御力量逐渐减弱,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。 后京兵一举南下,北宋灭亡,而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周公帝柴宗逊只有七岁,成为了这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。 如此一个年幼无辜的孩子,注定承载着大宋王朝的厄运,这样的巧合让人不由得产生深深的思考。 起于又同,终于又同。 如果说巨蟒分汉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巧合,那宋朝的建立与灭亡中的史实不得不可称之为一种轮回。 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,其本是厚州的一位重臣,厚州皇帝柴蓉早逝,便将皇位传于自己七岁的小儿子。 此时的赵匡胤更是手握重权,威信极高,在众人的追捧下,准备夺下皇位。 其本就有着武官集团的支持,在其带兵进入开封府后,当时的汉林学士陶古更是直接拿出L1事先准备的善位诏书,宣称赵匡胤登基。 此后,赵匡胤将本是皇帝的柴宗逊封为正王,改国号为宋,宋朝就此建立,并逐步剿灭南方术国,一统中原,而后,宋朝又是历经十数位皇帝,也从北宋变成了南宋,直至第十八位皇帝,也是最后一代皇帝宋怀宗,蒙古攻入中原,南宋败事已定,自古君王死设计,左丞相背着当时只有七岁的宋怀宗跳崖而亡,宋朝就此灭亡。 宋太祖赵匡印本就是篡夺后周右主柴宗逊的皇位,而建立宋朝,可以说得上宋朝的建立是从一个七岁的幼童开始,而令人嘘嘻的是,数百年的宋朝也终结于一个七岁幼童之首,这样的巧合是否能称之为轮回呢? 我国封建王朝持续了千年,在这其中,政权不断交替。 总是有新的统治者出现,虽然政权在变,然而其封建的本质不变,所以,我们能在这漫漫历史场合中发现很多的巧合。 在数学世界中,我们有一个名词称之为几率,有人会说,那这么长的一段历史,有所相似,那肯定也是有几率的吗? 也不足为奇,尽管古代封建王朝的灭亡,基本都可以用一个因果公式来表现,不外乎于昏君、暴政、宦官、小人夺权这些个关键词。 也有些是因为上下两代年龄清皇不接导致了朝中无人,引发乱世,然而,不论是情,随二世而亡还是宋朝的元起元灭,这些都是在于自然中超乎常理的巧合,令我们不得不去怀疑,这是否真的是一个轮回呢?